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音乐有爱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民歌之母 陶小青 陶姐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十年才办了一次的民歌演唱会 一样的风景 一样的拥挤 一样的忙碌 一样的急火 不停的工作 不停的计划 听力希望 欲望 健忘和淡忘 数着岁月 数着百花 数着青春 岁月的流失 盼望着有一天 我能离去 去把舍 遥远的高原和大国 朝江湖拖听那海上和反应 走回家乡 梦为童年 走回家乡 梦为童年 感恩陶姐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每一次到了这个民歌的这个活动 陶姐就是不二人选 要为我们的民歌的演唱会拉开序幕 所以陶姐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次民歌四十年千呼万唤 我们是在小巨蛋这次演出 所以跟我们谈谈这次的活动 好吗 其实在大概两年以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想了 很多人都在一起都在常常碰到 然后就无论说四十年快到了 弄得我其实也挺紧张的 但是后来也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二十年跟三十年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焦虑 因为等于是自己一个人 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到了这一次四十年的时候 其实两年前的时候 其实是殷正阳当我们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他就其实是殷正阳来讲说 我们下一届的理事长 我们要找一个很适合的人 因为要来帮我们一起做民歌四十年 那所以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新任理事长就是李建复 那这次民歌四十年真的在李建复他的热心的投入之下 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那除了我们在六月六号在台北小巨蛋 六月七号在高雄小巨蛋 我们会有那个就是嘉年华式的 就是所有能来的歌手都会来那样子 大堆头是嘉年华式的演唱会之外呢 当然那个是最高潮了 那我们另外还会配合这个有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本书的出版 那这本书是由杨佳担任主编 杨佳也很可爱 其实在当年我们在民风乐府的时期 我当时民风乐府我们有个民歌委员会 我是主任委员嘛 那两个副主任委员 一个是段忠仪 就是二毛滚石的二毛 另外一个就是杨佳 所以早期的时候 民风乐府很多的活动 都是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做的 所以杨佳他出国去做了很多别的事情 然后刚好回来 可以由他来主编这本书 那真是简直就是太好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倩猴子 这个公司一起合作拍了纪录片 那这个纪录片是由侯吉然担任导演 这个纪录片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 因为他并不是说像我们以前也做过纪录片 但是我们只是把演唱会的实况录下来 然后做发行的DVD 但是这次是真的要拍一部将来要上院线的 这个电影纪录片 那这个事情也是很兴奋的 那预计会是在2015年的秋天要上片 这个就是大事情了 那另外我们配合这个6月6号跟6月7号的大型演唱会 所以我们还会在台北跟高雄举行两个地方的一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是由熊乳贤来担任总策划 也是跟这个一个Ocean公司合作 那在台北跟高雄两个地方 那我们为了要做这个展览也是把所有 我们就邀请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到音乐人交流协会 我们的音乐人交流协会的会议实现 就变得像个小仓库一样 各种的唱片资料照片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累积了很多年的这些资料 就通通都可以在这次派上用场 最近这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在时空这个转换之间 老是看那些以前的记录啊以前的照片啊 就勾起好多好多的往事啊很有意思 我告诉我 趁悄悄走 海洋飞有好远好远 没有人问他从哪里来 蓝天里有多少白云 没有人问他何处去 不告诉我 追悄悄的 也许你要说声再见 公开就流出 不 forecasts 不的话我再不希望等着你 如果你在洋软地方 想起我 请你 互帮我 羞排 等着你 Quindi 搭桂 STAND 被团致 不检 又 夕陽下 它是否曾在 月亮下 想淹沒 風 告訴我 沈悶悄走 海豪飛 聊好遠好遠 沒有人問它從哪裡來 南天裡有多少白雲 沒有人問它何處去 媽 consider重這樣有一點 放好遠好wie然 熱衣篇 日子比如說雨了 給受抱歉 雲啊 回家懷慕 他被尋悉 字幕替了よ好遠 パクities 小亮icht 而非 暴飛 何枝無色行己 你告訴我 快告訴我 有時都曾在夕陽下 有時都曾在月亮下 想念我 風告訴我 我只悄悄走 桃姐也可以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民歌其實在整個的 國語流行音樂史上面 占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也算是一段傳奇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那樣的時空背景 為什麼會孕育出 民歌這樣子的一個時代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當時的時空背景 講起來這真的是天使地利人和 全部都湊在一起 以時間上來講的話 其實在那個年代剛好 台灣的經濟開始起飛 那我在想 從前的時候大家 過日子都過得蠻辛苦 就吃飽了穿暖了就好了 但是到了那個階段 大家已經在吃飽了以後 要開始吃好一點 或者穿暖了以後 要穿得漂亮一點 那然後呢 剛好那個留學潮 就是留學完了 有很多的那個 特別是文藝青年 紛紛回來 所以你在那個前後的年代 我想其實在民歌三十年的前後 雲門舞集也三十年 來臨軍訪也三十年 然後你可以想像 在當時的文學創作 也可以說是有很多很多的 這種西方的潮流 影響了台灣的創作的 各式各樣的派別出來 所以在台灣的文化界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是一直在吸收西洋的 那些流行文化的 我們那個時候是所謂的 弱勢文化慢慢開始 長出自己的東西來 那以西洋流行音樂來講的話 在民歌產生之前 美國的流行音樂 因為我那個時候 已經做了十年的電台節目 都是在介紹美國的流行音樂 剛好那幾年呢 最流行的其實是 民謠風格的歌 所以在台灣到處的民歌 西餐廳 還有很多的吉他教室 都已經在流行 教吉他自彈自唱 我想那個時候像 很多John Bias的歌啊 或者是像today today這首歌呢 學吉他的人 大概是第一個要學的 因為他只要四個和弦 最簡單的四個和弦 就可以自彈自唱了 那所以很多很多的年輕人呢 就學吉他 然後自彈自唱 那我相信那個 在聽這些西洋的民謠風格的歌的時候 有蠻多人跟我在當時 可能會有同樣類似的心情 也就是說因為是唱民謠嘛 他就除了在歌頌一些愛情的歌曲以外 他們放入了大量的音速 各式各樣的歌曲都可以拿來唱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哎呀台灣的流行音樂那個內涵 似乎有一點點狹窄 是 那如果能夠更寬廣的話多好啊 我那時候就已經開始有這些想法 還有就是我在電台主持節目的時候 就辦各種的演唱會嘛 那演唱會的話 那個時候合唱團也蠻多 那但是幾乎每一個團 他們就是一味的只是在copy copy copy 難得有一個團 創作了一個自己的歌 唱了一個國語歌的時候 居然台下的觀眾會去虛他們 那大家那個時候觀眾就會覺得說 我們是來聽西洋歌曲的 你為什麼要唱國語歌 所以那一個年代是那樣的一種環境 但是呢在西餐廳裡面唱歌的朋友 就已經開始有很多人 願意唱一點自己的作品了 我就是在後來聽到那個胡德福講說 他認得李雙哲的時候 李雙哲就問他說 你怎麼不唱你們自己組裡面的歌啊 那這也讓當時一直在唱西洋歌曲 然後是我記得胡德福那個時候 還玩那個Bluegrass那種音樂的團 那他就也激發了他 他說他回去要去找一點他自己組裡面的東西來唱 所以後來他就學了海洋 學了那個美麗的稻穗 然後去交給了楊玄唱 就沒想到美麗稻穗 第一個錄音的版本是在楊玄的唱片裡面 那所以這一些個風潮就是慢慢這樣子來 那我們現在再回頭看的話 當時已經有那個金曲小姐的電視節目 那洪小喬戴了一個帽子 是 很神秘的自彈自唱 在他的節目裡面也有很多的年輕人去參與 然後楊玄的那個演唱會 當然那場演唱會很重要 我是台下的觀眾 我看他那些歌 其實他上半場都是西洋歌曲 下半場就是余光中教授的 我忘了是八首還是九首歌 那後來這些歌就出了唱片 那我們也把那一場在中山堂的演唱會 那一年定為民歌元年 後來的民歌二十年 為什麼會是二十年呢 就是大家推算說 從那一場演唱會開始是第二十年了 這樣子是嗎 對 我都不知道是這樣的音源 對 所以很有意思 OK 好幾次歌聲 嗯 是誰 要看得上 molecule 到女兒 然後她會你放了 門家 angles hates 外野 闯起一次 闯起一次红灯 淡而淡 在茫茫的风里 淡而淡 在茫茫的风里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播了杨璇的实况 我播三首歌而已 因为播的时候我还担心 因为你想演唱会里面 有人唱国语歌就会被虚 那我心想我是播人民音乐的节目 如果播国语歌 一定会有听众写信来 那个时候他们 我们那时候没有网络 没有那个电脑 他们都是要写信来 写明信片来 我心想一定会有人写信来骂我 但是骂就骂吧 我就去做了 因为那些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结果没有想到 大家都是来称赞 或者是来表达说 我也写了歌 没有一封骂人的信 那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 真的去做那个桥梁 那我就读他们的信 或者我就说鼓励说 你如果有作品你也寄来 就是这样子就都寄来了 就当时是收到很多的事情 开始没有太多 大家就是一点寄来一点 那我那个时候就一收到 就很兴奋 赶快听 觉得还不错的 我就马上播出了 就播出了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刺激了更多的人 因为我会听到有人讲说 他们听到人说 这样的歌都可以播 那我也可以 所以到后来就变得很多很多了 而且你的节目是全国性的 这个一播出去 就是全国的听众都能够听到 当时那个广播节目的影响力 还真的是很大 非常大 所以我就后来变成我零星的播 后来就固定 我那时候还记得 我是在礼拜四 我就礼拜四 可以一整个节目 通通都是播这些 当然一直不能说一直都是新的歌 有一些大家会说 我还想听那个什么歌之类的 所以就变成礼拜四 就是全部都是播 大家寄来的歌 很有意思 也就是这样 就后来好多的人把歌寄来 后来我一个人听来不及了 我就找了一堆人 说你们可不可以来帮我听 这是鸣峰岳府的前身 那个时候就是二毛 杨佳 还有太保 龙国华 他们都还有无处处 他们都有时间就到我家来 就帮我来听那些东西 所以这就是民歌之母的来源 就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他就是很热情的 很喜欢音乐 就播出了这些民歌 所以就带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 所以这是民歌的母亲 因为我真是想天时地利人和 那个环境成熟到那个阶段了 再加上我想就算不是我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 做了类似的事情 他也可以 因为稍微好像 他已经在那了 只是我刚好提供了 那样的一个管道 结果后来就 很有意思 杨玄的唱片在立峰录音室录的时候 那个当时还没有新歌唱片 是姚后生 他在那个时候在别的公司工作 他也是唱片制作人 他听到了 他觉得大学生写的这样的东西 蛮有意思 他可以鼓励一下 所以后来他就去跟心力牌 去研究说他们就成立了新歌唱片 就是电器公司 心力牌 就成立了唱片部 是因为这个名歌的音缘 他们就办了那个 金运奖 金运奖 对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在士林的龙屋乐府 林伯仪他本来就是在交集他 然后他们也办了民谣风比赛 也就是这样 这两个比赛真的是 鼓励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我可奈何你是哪里 人里在雨里 人里在雾里 人是人尽人远 亲爱的脸 人站着去年终下的白眼 我已尼比 我已尼比 我已忘记 自己是水龟 自己是水龟 忘记你是水龟 忘记你是水龟的水龟 这只是秋 涟漪掉尽 淘姐讲说天时地利人和 也是真的 就是说 如果那个时候 没有蓄积那么多能量 对 淘姐播了这个杨玄的作品 如果大家平常没有在写歌 就没有东西可以寄来 对 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 他自己有创作的行动 可是没有一个出口 是的 那么也没有办法被别人知道 但是因为淘姐刚好 就是有这么大的热情 所以造成了说 原来他也在写歌 他也在写歌 有这么多人在写歌 变成一个风潮 可是我想对于民歌手 在当时 他其实还是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的 国语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 在整个的一个时代媒体 其实他们还对于校园民歌手 其实他们要上媒体这件事情 不管在服装 穿着 打扮 还有演唱的形式 其实都有很大的挑战 这个部分 淘姐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谈 好 事实上其实 当时金运奖的唱片 第一届 第二届 就是第一章 第二章 那些比较清纯的歌手 是不太容易上节目 但是等到李建復的《龙的传人》 出来的时候 《龙的传人》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张晓燕的 《综艺100》的节目里头 能够得到排行榜的冠军了 那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 当时李建復还有当时施笑容 他们两个人去上节目 施笑容那个《龟的传人》 李建復的《龙的传人》 他们两个人上节目很好玩 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施笑容还常被取笑说 他那个脸黑黑的上粉 上不去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很清楚 他们彼此会在演唱会里面开玩笑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第三届 第三届吗 第五第六章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可以很容易地去上电视节目了 因为他的受欢迎的程度 已经不容忽视了 是 聚龙 聚龙的他两眼 永永远远的他两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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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